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浪漫终究是与小看无关了 有些新网友发现 在剧中王俊凯虽然深情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 但背后的新念图却出卖了她 不少粉丝看到这一幕表示 看到心率下降我就放心了 只能说这些网友的眼睛是吃嘴是损啊 不过一旦接受了范世然长得像一阳迁徙这一点 也就能理解王俊凯的心率为什么会下降了 毕竟和自己的兄弟谈恋爱谁也吃不消亚 而这次除了王俊凯的恋情被大家所关注外 小凯的演技更是频频上热送 与老西股张艺合作当然会有压力 可是小凯也在一点点的进步 再来一条成为了她片场的口头铲 平时休息时手里拿着的永远都是剧本 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她演员的新年感了 我们都以为坐马桶上穿越是特效 但其实却是剧组搬着马桶到处拍摄 看似硕死的一幕 王俊凯却十分认真的对待 就是这样的演员王俊凯 最后获得了张艺的一句评价 王俊凯就是我心中的装文剪 也就是说 王俊凯的表现是被张艺所认可的 而作为粉丝的我们 一时间看到这样认真的小凯 都忘记了他也曾是那个最强口骸王者 几乎把认识的娱乐圈都怼了个遍 其中杨子逼首当气冲 毕竟梳头姐弟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就像那个丑暴了 你这样差不多 差不多 我的轮 卡粉 卡卡卡卡粉 我哪卡粉啊 宗雷和兄弟聊起天来 也必须争个你高我爹 我可以给他针灸 我会针灸 我会拔过 没事 晚上实在不行 我可以截止 我可以截止 这可能就是好好的帅哥偏偏长了一张嘴巴 但说到底 王俊凯这次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惊喜 三小只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成长 他没有自身证明自己是值得备粉的 因此TFBOYS九周年许演 开枪了各大高校里 而这次表演者是我们 三小只是观众 也许这就是2022年最美好的相遇吧 爱战放映入烟龙 风望每天去来 再一爱一爱 请换着我裙摆 但一爱一爱 你们不走过来 烟路的风景被抹上色彩 在麦浪里撒下我们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